我以绘画的方式来表达我对生命的感悟 其实艺术不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是自己内心真实的展现 我是画家王子全 欢迎来到我的画展 我很感激绘画 在我无法和外界沟通的时候 它是我的出口 当时内心是悲痛的 这段时间我都是用黑白灰色调创作 悲伤的情绪在绘画的过程中得到了释怀 所以它传递的是爱是悲悯 我想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 绘画就像苦心生一样 你选择了它就要心悟旁悟地去面对你喜爱的艺术 这幅呢是行者 虽然同样是用黑白色调作画 但心境完全不一样 它展现的是修心的过程 用刀劈辅着的笔触 劈的是谁呢 劈的是自己 展现的是改变自己的力量 2016年我定居香格里拉 2019年创建了农金美术馆 远离城市的生活 也在继续作画 游画虽然是西方的语言 但我的灵感源泉 是古代石窟壁画的各种造像 尤其是汉代的花香石 花香砖 踏片上的墨迹 大山风化后的基礼 石头上的冰裂纹 就像我在油画布上的笔触 后来以此为灵感 做了很多试验和尝试 形成了后来的绘画语言 近期的作品和早期相比变化 还是蛮大的 这些变化不是记忆的增长 而是心境的变化 画的是我内心的喜悦 当然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面对生活 烦恼还是有的 事还是那些事 只是我的心境变了 可以去接受和包容 事情没有变 只是我没有不爱了 只要你愿意 接受这个实在的世界 内心的喜悦 知人心情